為了表達反對臺南鐵路地下化 東一案 自救會跟青年小組 利用火車通過的短暫時間 在平交道上演出墨具 抗議呢 南鐵東一案 沒有先和居民溝通就定案 畫上墨具裝扮南鐵居住正義青年小組 利用火車通過的短暫時間 直接在平交道前演出墨具 要吸引路過民眾來關心 位在鐵路東側的這些住戶 為何會反對鐵路地下化東一案 徵收拆除他們的房子 不是因為媒體說的就是 補償金的那個談不攏的問題 而是說跟這個房子的故事 是有一些感情 有很多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我覺得也是我們今天 沿線導覽跟墨具搭配的一個主題 不只馬路上的行動 青年小組也在鐵路旁的老房子 辦起音樂會 地點本身就是台南知名的改進老屋 法南鐵東一自救會選擇在這裡 說明拆遷戶的擔憂與焦慮 希望讓更多人了解 反徵收拆屋是為了保住 對社區的在地情感 反對戶認為南鐵東一案和最近的黑箱服貿正義很類似 因為台南市政府和鐵改局已經確定好東一方案 才向拆遷戶說明 住戶完全沒有表達意見的空間 希望爭取舉辦聽證會 台南市政府則強調已經做過住戶拜訪和說明 下個月還會舉辦都市計畫公開展覽 說明會再次和住戶說明 記者王界村許正俊台南報導 我們記得看見 Smith 我們繼續看見 我們來看見